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 我是主持人施韻 有嘉賓主持何志光 何志光 第三節 我們現在回到區選 今天很厲害 講三節內容 重點我要回應有觀眾提問 可否特別有講兩個區 沙田和深水埗 為何要講這兩個區 在18個區內 只有這兩個區的建制 但我們現在喜歡講建設派 建設派與泛民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沙田由之前39席 有一個村委 即是議員 所以叫一半一半比例 但沙田仍然可以穩守 整個議會的運作 即是區議會主席是建設派得到的 暫時仍然是 暫時仍然是 可能大家沒有聽過議會的聲帶 我經常都聽過 這兩個區 區議會本身是一個諮詢架構 他們打開區議會的長度和程序 就像開立法會一樣 拖慢了兩個區的運作 即是又拉布 對 經常都拉布 在一個程序問題搞來搞去 即是當議會 香港四百多個區議員 基本上他們破壞派 叫他們破壞派我覺得最好 叫他們反對派也不只是反對 他們只是破壞 破壞派其實只有百多個議員 其他十幾個區 基本上他們的比例沒有那麼高 但這兩個區 變成他們佔了差不多四成幾 四成八、四成九 他們在議會做的破壞 就容易了很多 為什麼容易呢 因為他們只是按人頭 他們有四十八、九%的人在 他們就在搞破壞 拉牆他 將他立法會化 接著有規程問題 我每次看立法會 見到他們幾個人說規程問題 規程問題 我看著選財委會 陳健波就說我們選主席 然後朱凱凱說我們現在市民要五大訴求 我們要怎樣處理規程 那麼財委會選了主席才能走下去 他們在可道的位置已經狂玩你了 他自己存在的價值 他存在的價值 就是破壞 他就是破壞 只是喊過幾句口號 就收工了 你想想如果 很容易做 錢就很容易賺 你一樣都是鬥那麼多人工 如果你想想 你為了那個 譬如我又說了 深水埗 其中 上一集我們說過泊車問題 深水埗 我們有一個商料議員 鄭詠順 他去年在立法會上也有提出 不如搞地下智能停車場 在解決泊車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突破性 因為政府一直都不敢做 現在大家可否突破思維 嘗試想想 最重要是第一 找到地 第二就是怎樣去解決 可能這個建議 很多時候針對某些公園 例如舉例 九龍西就有些大些公園 例如南昌公園 會不會拿去地下 建這些地下停車場 那塊地是上面 用來公園走來走去 地底沒有用足 我覺得這些是很好的建議 建議的那個議員叫什麼 鄭詠順 這些都是我們 五家的立法會議員 他都是一地多用 當時說的時候 也不是只有鄭詠順 有很多建設派的議員 我覺得這些是為及民生的事情 但你想一下 你有沒有想過 你又要去研究 哪個地方是試過有這些停車場 究竟香港 又要玩大 又要去全世界考察 是的 香港又要哪裏 有多少的車位 又怎樣車位不足 然後又有抄牌 又搞到 然後又有些什麼 玩了一些繁民族節 公務員就說 我們要慎重用公帑 然後去全世界考察 他們就用公帑到處坐飛機 去旅遊 然後又找一些顧問公司 又跟著吹 你說那是政府 但是那些議員 他們是不會的 我都相信 因為真的很忙 因為建設派的議員 他們有時候都覺得 他們很老實 真是砍石 我們經常都說 這是砍石仔 我以為在說對家的人 不是 我們在說建設派的議員 你想一下 要花那麼多時間做這些文件 但你想一下 破壞派多容易 你一進來 開會時喊 五大訴求 他一不可 可能下一句就是 你勾結地產商 建了車房 那裏隔壁有個私人屋苑 樓市就會升 你一定勾結地產商 所以什麼都不准做 什麼都不准做 就沒有車位 什麼都不准做 就沒有地上建樓 反對是最容易的 你隨便說一些理由 反對 人家就做很多 research 砍石仔 人家想了很多可行性 你一句就說 不要做 勾結地產商 多了車位 一定就是 那個屋苑升價 你一定勾結地產商 人家沒有車位用 人家沒有地主 他們就是這樣 你說多容易做 那就糟了 現在就下來了 真是發達 做他們真是容易 破壞 破壞有多難 堅設困難 如果你建設一件事 可能用十年八年去做建設 八年樹人 破壞才是一事 破壞就可能是 四個月 可能破壞到香港都不知道什麼 那是的 你想想 其實我自己 我試過看坊間有些叫陰謀論 不知道是不是叫陰謀論 為什麼深水埗 油尖旺蛇都很混亂 大家都知道 在這幾個月的事件裏面 為什麼深水埗和沙田是特別厲害 沙田如果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其中就是7月14日 還記得在新城市廣場 有些人示威 示威到進去商場裏面 坐在那裡搞 7月14日 對 7月14日 然後有警察進去 大家還記得畫面 咬斷手指那一天 對 咬斷手指那一天 大家還記得畫面 是警察帶市民走 然後對家的一些破壞派 他們在他們的Facebook 又不停風傳說 警察連小孩子都打 連小市民都打 直至到 我不知道你還記得 有一個應該是一個遊客 他臨走的時候 在機場出了Facebook 很感謝香港警察去粉身保護他 他才和他家人可以順利離開 香港快點和平 我們要去到別人幫我們澄清這件事 你看到整個新城市 新城市廣場 不怕說 新城市廣場 就是沙田火車站旁邊的特巨螢魔 在那裡打到七彩 咬斷手指就在那裡 然後還要圍別人的管理署 就說他怎樣叫警察 就搞到 為什麼不可以叫警察 他已經搞到這麼混亂 然後他們就說這個是私人地方 但是我又看到當時的地產商 新鴻基有沒有很強烈地不讓警察進去商場 那時候我看不到新鴻基有這樣做 新鴻基比較中性 我覺得是多次在新城市廣場的暴亂 但是那些人就替新鴻基說 這個私人地方不讓你進來 但是其實香港的法律就是 任何的地方有人報警 他覺得生命安全有被威脅 有一些罪案發生 警察就能進去 根本香港的法律是這樣的 不是說私人地方 那裡有人在謀殺 就不讓人進去嗎 但是其實現在香港很多這些 可以說是破壞派 叫他們破壞派我覺得很好 我們是建設派 不要說是親不親中 我們想建設 我們建設派想香港好想建設 他們破壞派 就直接說這個是私人地方不讓人進去 是你的私人地方嗎 你現在發生一些罪案 威脅很多其他不關事的市民 人家進去到最後 你看到警察就狂打人 然後咬斷人手指 你們傳媒想蓋了 大家不提不記得的時候 這些東西我們還記得 他們咬斷警察的手指 他們咬斷警察的手指 咬 他們甚至在當中 有動手動腳想擋警察去執法 即是其他蒙面暴徒 即是阻差辦公 其實我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如果他拘捕警察 我覺得可以告他襲警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告他襲警 因為現在那個事件好像是 因為他抓住警察 不讓他走過去 那為什麼那個蒙面的打人 或者想走 警察想拘捕他 他是擋手拉腳的 即是為什麼那些區議員 原來這些就叫監察警方執法 什麼區議員有這個職能嗎 憲制上 咨詢組織用來給咨詢意見 警方執法去撲滅罪行的時候 哎呀 什麼要這些區議員有這個職能 去干擾警察的執法嗎 警察要和他應對嗎 有責任 他過去拿著咪咪問話 黃學禮 沙田一個 其實我認識他的 他是香港本土力量 我以前的組織名叫香港本土力量 近乎於港獨 亦都其實和那個恐怖主義組織 本文錢或者是全國獨立黨 都相關 黃學禮根本是和本文錢 黃台、梁天琦是很有關係 甚至他和我講 2015年5月31日 他說要破壞入境處 拿東西要破壞它闖進去 他要破壞 等於現在破壞立法會闖進去 要想搗亂 一個區議員 竟然他未當選 但2015年5月尾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要這樣做 因為搞了一個本土派的遊行 他說他要將恐怖主義進來 要非法闖進政府部門 其實現在都很恐怖 一些這樣的人都當選了 但他現在在區域上播毒 那怎麼辦 在區域上播毒 甚至他請一些助理的時候 那些助理就是這些恐怖主義者 明白嗎 本文錢那些人 他不是做了柔惠晶的助理 當時打傷 他要別人DQ他 或者不當他是議員 不讓他入立法會開會的時候 他們整集本文錢 然後進去立法會打保安 要強行非法闖入 黃學禮和他們是一堆 即是說這些建制派 這些破壞派 其實全部都互相相關 譬如說譚德志 譚德志即是快必 他其實都已經是他們贊成這個暴亂 他和暴徒不切割 但是譚德志和李世鴻 李世鴻就是 他們兩個都在這個暴亂有被捕 李世鴻也是沙田區區議員 李世鴻我也認識他 李世鴻和譚德志一起 是2011年參加選委 基督教選委 他們是同一張原單 他們兩個是基督徒來的 真的看不出來 李世鴻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可能是納在一起 你知道很多基督暴徒 很多教會都參與暴亂 不會去去基督徒的問題太大 但是這個區域 沙田很多這些暴徒 暴徒區議員 甚至恐怖主義區議員 李世鴻可能背後的身份 和工黨的關係應該都有一定 但是工黨和譚德志 這堆人根本是混在一起 他們這批人 現在和暴徒都是沒有切割的 毛孟靜說不割席 他們這批人想 參選的目的 是要拿我們建設的資源 去搞破壞 原本的資源是建設的 要拿來破壞 搞社運 搞亂香港 而且他們在搞恐怖主義 破壞街燈 或者破壞地下的路 街磚 或者破壞障礙人士用的電梯 這些他們說 破壞就是建設 建設就是建設 我們就說建設就是建設 不是破壞 他們就說這種破壞是建設香港 他們說要光復香港 他們的光復以為是一種建設 這些全部是在說謊 你破壞了香港 你們這班人說答應要建設這個香港 你們承諾說這個香港光復了會變好 光復聽上去是不是這個意思 還是你們現在這樣破壞了之後 如果給你執政我覺得香港是一去不返的 我們現在叫你投票給一些建設派 是力挽狂瀾 就是想著 但看著香港就快要死了 被這班人搞到 李世雄 黃學禮 根本是恐怖主義 他們是 講沙田 軍得這麼激烈 我激烈了 不好意思 你激烈了好的 其實我說話沒有你那麼激動 我又不懂 但我每一次經過 我都要學你所講 不是有仇必記 是有一些破壞 我們要記住 沒有說一定要報仇 但怎樣都要記住 那些人破壞過才行 如果大家見過一些地鐵站 被人這樣破壞 你的生活很受損的時候 你曾經見過一些老人家 推著 然後被地下球磚打破 翻了車 老人家扔了 或者是那些推輪椅 他沒有辦法搭到電梯 就是因為被示威者打破壞的人 甚至乎我親眼見過 有一個女生在油麻地上來 他本身行動不便 要拿拐槳 他很辛苦的逐個逐個逐個 然後因為其他的站 有些出口又封了 人又多 他又不好意思 他又走不到快 但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升降機被人打到爛了 麻煩大家 我又是給一些小提示 各位觀眾 你們要好好記住 究竟誰去破壞了我們的香港 他破壞了香港 是大家看到的東西 而更加多 更恐怖的 有些黨派 他們雖然沒有走出來 但他們就是在網上不停鼓吹一些人 其實我覺得是鼓吹人 被他們走出來的人 我認為那些人更加壞 包括 推人家去死 推人家去做炮灰 即是他就是坐在那裡 你們去吧 然後就推了小孩去 公民黨 民主黨 民協 這些全部都是坐在冷氣房裡 或者走出來 最後的時候拿著麥克風 裝大台 然後就說 我現在來維持秩序 警察你不要打人 或者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人 是天天在破壞我們的香港 如果你想想 民協有這麼多的區議員 在深水埗的時候 他們究竟在議會上什麼 我很肯定 如果大家看之前 區議會裡面的文件的時候 它全部都是大家 真的在叫民生東西 它不會叫人 你現在就掘起兩塊磚 不會叫人家就拆了鐵欄 一定是這樣 那為什麼今天 你不和這些暴亂割席 為什麼你會去支持這些事情 再說一次 民主黨 公民黨 甚至乎是民協 我覺得這些人 是比真的走出來 去搞事的人更加壞 時間不太多 我們看到民主黨 譬如說 你見到許智峯 你見到林卓廷 他們都是區議員 都不要緊 他們都很多時候 是參與暴亂 替暴徒做一些掩護 這些都很明顯 譬如說 公民黨你見到譚文豪 或者其他的議員 就多數出聲 或者郭家麒都見過 在暴亂裡面參與 但是這些是清楚的 但是文協 我可能要特別講一講 文協有一個 現在新一代 叫做何啟明 建設派有一個 都是叫何啟明 不要混亂 這是文協的何啟明 他跟馮檢基在18年兩次九西的補選 都是有一些衝突的 但我試過在D18聽他的發言 他直接自稱自己是自決派 現在這一代的文協 不是馮檢基年代的文協 馮檢基的確沒有宣稱自己是港獨自決 他是溫和保守 但是仍然是親美的漢奸 因為文協自己內亂 把他們帶出身的師傅 馮檢基趕走了 馮檢基趕走了之後 馮檢基就黏在正統的暴亂始祖 黃毓民那裡 是多次邀請馮檢基去 所以馮檢基這個人仍然的光環 如果是政治光環來講 是破壞泰河邊 但他叫做淺黃的破壞派 他就不是深黃的那些 但馮檢基也不是好人 因為馮檢基有參選 他在201尖沙咀西參選 是一個新區 所以馮檢基我沒有叫你投票給他 但是馮檢基是比較溫和 但是新一代的文協 基本上大部份的人 現在他們的主導思想 都是跟何啟明 是自決派 是一些實質上在北京的形容 就是港獨派 自決和港獨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即是現在文協已經脫變為一個 港獨組織 你覺得過去幾十年文協 有時候送一些蛇齋餅種 或者社區服務你滿意的時候 但現在這個唐衣和舊記憶 是誤導你支持一個 變形的港獨組織 我是很嚴正地希望 無論你什麼光譜的市民 你想香港是建設 而不是破壞的 希望你們一票不投民脅 是需要的 因為他們已經脫變做港獨自決 雖然他們以往過去幾十年 有為深水埗社區做了很多事 但是到我們現在是說 在這幾個月的運動的時候 我們無論之前做了多少的建設 做了多少的東西的時候 都沒有用了 就是這幾個月 已經令到香港 無論是硬件上高的破壞 人心上高的破壞 世界上升月之上的破壞 是的 這三個破壞的時候 大家去看看 究竟一些破壞派也好 反對派也好 泛民派也好 為什麼他們不同這些暴亂割席 只要他們不割席 都不應該是大家的選擇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我們要請一些 更加有份量的嘉賓主持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有點事做 好 多謝大家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